各位同事的展覽 總長會 我們今天的副總會主持人是主席小老師 讓我給您熱烈的掌聲歡迎徐老師 首先 謝謝 主持人 在這邊方面是跟今天非常重要的藝術家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在美大的師生 我關心就是在維藍區大學中 我們在舊主席的時候 其實就算進步了過 當然今天還有兩位重要的學者 一位是兩位最重要的史學家 蕭同瑞 蕭老師 蕭老師是兩岸智慧大學的學習教授 如果各位對臺灣的藝術想要多了解 尤其是臺灣藝術從日子時期裡面發展到當代 蕭老師在不同的時期其實都有非常多的助手 同時我覺得蕭老師應該也是 好展覽看展覽最起伏的一位平衡家 日式學家 所以臺灣一直到場境當代 不只是只有繪畫 也不只是繪圖水墨 蕭老師也在臺南成功大學 是非常大型的雕塑展 在美術館裡面 也專題的部分 都分別讓群眾非常有系統的了解 臺灣在一個藝術史 不同時期的發展外國的本源 跟文化之間的一種外國關係 蕭老師的助手非常多 所以如果大家在聽完之後 想要跟進去了解更多的藝術相關的理論 蕭老師絕對會在這邊提供不同的面向參考 下個去組長 是蕭老師 蕭老師的蕭老師 蕭老師在香港也撤髮水光專題 在藝術館會專題的獎金 我在這邊也進一步 其實要回收到 我們今天還有一位對面的八個老師 中葉學的蕭老師 蕭老師的副學家 記得應該要跑回去 他也有了七年以上 七八年以上 我們蕭老師大學跟央美在合作的時候 有透過蕭老師 其實當時跟他的蕭老師裡面 有一個平淡美學的討會 同時也辦了一些獎項 所以在蕭老師的經驗之下 包括蕭老師大學做專題的獎 都有一些經驗能夠從下 是他自己對哲學的層面上 一定進去討論 在創作上面 尤其我們有一個歷史傳承的時候 然後回到當代 他是用什麼樣的角度 可以去進一步的書 來做一個新的一體的畫展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都是非常重要的 蕭老師跟蕭老師 其實史學 評論 哲學 相關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分量 大家可以知道 今天的座談會 已經僅止是 邀請大家來看的展覽 還有一個後面 有非常重要的看法方式 也就是在水末 在當代的進展中 他有多少種種的無性 我想作為一個創作者 其實身上背負的包袱 從來不知道 是因為我們有前面的歷史 可以訊息 相對的 我們在這些歷史發展中裡面 建立了我們自己的基礎 但是要想突破 要想創新 它不僅只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它當然從不同的理論角度 應該可以讓我們今天的座談會 使得這個面向 包括蕭麗 在這邊所要思考的驗證 是一個重要的關係 所以我要介紹 我們今天很重要的藝術家 劉蕭麗 蕭麗在我們博士班裡面 應該算是資深的創作 那當然這個資深是表示 他其實是一路是科班出身 台北醫師大學畢業 在年65號的博士班 那他的博士論文 原則是三十目性 那我覺得是在我們博士班裡面 對一個剛代的學問的進展中 從無性這個角度出發 當然這一路的脈絡 也會到日本 這裡面就有一個相關的連結 跟討論 當然中國的學問話 也不在這個話下 那他自己本身的理論基礎 其實是非常清澈的 那韓瓜道在這些展展中裡面 試圖以一種更不同的 一個表現的方法 讓這個所謂的 我們對原來學部的認知呢 它有一個跳脫的框架的任務 當然 所有的認知會跟歷史相關 所有的認知 也有它的意識體態 一個創作者 在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框架之中裡面 要不突破 永遠是作為創作者 最需要的挑戰部分 那我所知道的規定 大概從來沒有放棄過 要討論 不管是在作品的表現 或是他自己 平常所觀察的 平常生活的一些意見 那都作為他自己 創作上很多的題材 當然剛代藝術 非常常看一圖的長信 那今天長信裡面呢 事實上怎麼樣被藝術家 積取過來 作品一種可能發展的理念 那這些也許 在今天的座談會裡面 分別有機會被交加 那我們也知道 在這個夏老師呢 他其實在水貨庄裡面 也提出了一個 提出了一個黑毒彙報 所以其實這個的 該種名詞呢 它一個墨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類點 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那其實的夏老師也九一九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 也有機會去追悟了解 而且夏老師現在文章中裡面 不斷的提到 這個非君所用的 剩餘價值 那我想 不管從經濟論 副除瑪四零一五來講 剩餘價值裡面 始終是一種 具有最理由 價值的地方 是在於他抽象 產生出來的一個價值物 那在這裡面 創意包括可能性的 油花獎 都進出在裡面 在中間裡面 可以產生的一種效應 而這個效應的擴張性 就回到一個 藝術世界的理解了 那我想 這個剩餘的價值 將在夏老師等一下的 講解中裡面 一定可以進行 包括剖析 那夏老師呢 其實一路非常了解 這個會立的作品 是因為 他是他的 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 那在這個指導的過程中裡面 其實會立跟夏老師裡面 有很多的討論 但是 夏老師其實 絕對可以讓我們知道 台灣在佔火的一個 所謂的新水貨 現代水貨的發展 一直到當代 關心了什麼 改變了什麼 那都是在 這個夏老師呢 其實他的文章中裡面 分配的裡面都有 這個重點 做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 聽來講 這是一個時空交錯的 一個 所謂的 學術的進展 的落點 換句話說 我們應該可以 從實踐的過程中 回到我們當代的 時代背景 就是我們同時代 回縮歷史的時候 瞭解 墨 在一個水貨化的進展中裡面 還如何得到 進而 對於一個水貨化的定義 其實就會在 今天時代會裡面 看得出來 我們再次 大家 拍手 歡迎兩位學者 請努力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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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老師 因為我們 可以先從台灣的 歷史脈絡 可以先進步 先理解 張老師 請張老師 非常謝謝 我們來的薛教授 薛教授是我看過的 最美麗 是一個學問的人 那麼 她這個 以前 大家都說她是 男人佛 但是她 不用用這個臉稱 所以現在感覺 這麼瑕密 不過我非常高興她 那麼 已經看到楊瑞麗小姐 是她拿到 博士學問之後 第一次的 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 那在她 博士的 這個論文即將 結束之前 她甚至由於 是不是 放棄論文 這個展覽 不能放棄 所以我想 我們跟小姐 一堆 非常珍惜她 這一次展覽 給她很大的支持 我這一次的確 也看到 這樣的一位 非常 可以說是用心 帶著一種 學術研究 心態的 藝術家 那麼 但是我不是評論家 所以我 比較 沒有辦法去做太多 詮釋或是評價工作 但是剛才 薛老師介紹我 做歷史的工作 我們歷史 就是在看她以前做了什麼 那麼 再來我想 在整個大的實在脈絡裡面 可能今天我們等一下 在對談當中 也會提到 那我就 這兩天 那麼 特別把 呃 劉慧麗 她從 以前啊 在跟我 接觸的過程裡 都給過 給過我一些資料 那我們個人也一直在 留意這樣的一個 藝術家的一個發展 它是我們台灣 那麼可以說是 藝術教育 進入 一個真正的 藝術學院 而不是失敗體系 的第一屆的異業生 啊 那麼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一個 培養出來 要當藝術家的 藝術家 跟一個 培養出來 要當老師的藝術家 在思維上是不一樣的 那麼 那麼 我們也可以看到 她怎麼樣進入一個 啊 比較 學術性的 甚至 啊 啊 我們感覺到 她看藝術的態度啊 幾乎是 這一個 當作一個 生活裡面的 除了是本人之外 啊 幾乎是一個本質的 啊 她甚至可以放棄很多的東西 包括想要放棄多些人 啊 那就不能放棄 她的藝術創作 那麼 那麼所以我現在 啊 啊 用一個 啊 比較簡單的方式 那麼來對 有匯利的一個發展 啊 做一點 啊 介紹 那麼這個當中 當我在介紹的時候 希望匯利把麥克風也打開 我隨時想跟你請教一下 在我們看到的 他的一個發展 學生世代的東西 也不講 啊 那麼我看到她 第一次的展覽 那麼 展現的一個名稱 叫做 居三 引火 這個時間 是從 1992年 1992年 在她給我的資料當中 修理這個作品 就是這件作品 為什麼是從1992年開始呢 因為1992年我 受到那個 曾祐福的影響 她剛好在1991年 在美麵館的一個展覽 是 所以1992年 她接續著 台灣現在水墨裡頭的 一位前輩的女性藝術家 曾祐和女士 就是她在美麵館的一次展覽 她開始在水墨的嘗試上 她們有這樣的一件作品 不過以我的理解 1992年 也是她結婚的那一個 那麼這個 你麥克風哥不要再關掉 免得說是美洲 那當然會不會 那麼1992年 她嫁給了一個 也是藝術家 住在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她的婚禮